因为现在中共的大外宣 他们的宣传机构和宣传的媒体 对乌克兰人民还有对乌克兰的救援 它有很多不实的报道 所以我就想请问您 就是在这边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是吗 您能不能跟我们全球的华人同胞介绍一下 你在这边就是你看到的 你亲眼看到的乌克兰这个民族 是个什么样的民族 他们在这场战争和炮火纷飞 当中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然后他们来到我们的这个营地 他们表现出是什么样的状态 可不可以把你看到的 这个最真实的直击的现场 直击的这个真相呢 告诉我们的全球的华人同胞 谢谢您 好 谢谢妮可 我先简单说一下吧 就是这么久来到这边 我接触到了乌克兰的民众 大部分逃出来的都是妇女和儿童 因为我们知道 他们满了18岁到60岁大概是这个年龄段都留在乌克兰进行抵抗俄罗斯的侵略者了 在我看到他们的妇女和孩子呢 他们表现出来的是高度的自律和非常有尊严 而且就是有自己的那种从容不迫吧 就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每天我们在他夜里他们已经很疲惫 很累 而且这孩子都已经也是精疲力尽了 然后就在我们的这个暖风机附近的那个椅子搭一下 把孩子放在上面盖着个毯子 然后他们能稍事休息的睡一会儿 但是早上起来呢 所有的人就是自动的自觉的就把所有的椅子啊 凳子啊都规矩成摆好摆放好 然后还问我们说这样可不可以 我觉得他们是特别的这个 有素质有秩序吧 而且我们看不到任何他们惊慌思错呀 或者是说 当然眼神中流露出了那种悲伤是一定是有的 因为地境和这个父母和父亲分离 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园来到了异国他乡 这种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摧残 有些有些镜头我们看了是真的是受不了的 就是说我看到一顿老夫妇在我们的战风里 就是抱在一起亲吻 就是他们可能是走散了 可能又来到我们这里 他们又相聚在一起了 所以说这种战争给人们带来的 这种信任的伤害和创伤是太过巨大了 所以说但是这个民族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民族 它是有尊严的 不像我们14亿中国的老百姓 是在这个共产党的这种洗脑的这种体制下 生活的出国不入 这个完全不是模式 就是他们带的宠物都比我们的中国的老百姓 要活得有尊严 我是这个深深感受到这一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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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